早七點半就有人來到 台南火車站排隊 為的就是要購買限量 兩千張的台南 TPass交通月票 大約八點 為什麼那麼早 因為它那個有限制的數量 怕買不到是不是 對 上班通勤需要費用的話 他要這樣給我 是幫老公來買的 對 因為他上班都要通勤 怎麼算都比較划算 台南市府五月三十一 推出的二九九元 交通月票卡 瞄準通勤族跟學生 搭公車騎U-bike 前三十分鐘免費 一個月都只要二九九 另外還有兩種方案 三九九元還可以搭 台南市內的火車 如果滿九九九元 南高坪方案 就會加入高雄捷運 客運還有渡輪 最快七月推出 一個月花九九九 那使用我們TPass 南高坪的這一張的話 就可以三十天內 不限次數吃到飽 在六月四五號開始 可以在轉運站 驅公所等等其他的通路 開始購買 六月三十號開始 也可以在所有的超商來預購 除了二九九元 公車搭到保 台南市府統計 三百九十九元 一個月火車搭好搭滿 預估六萬人 平均一個月 可以省下一千一百三十六元 要讓台南通勤族都能受賄 三立新聞 王少宇 灰山 台南報導